欢迎回到大秦小鱼,深挖人性善恶,下面开始今天的精彩内容。 我原来在镇心县担任县长,有一天上午,组织部门的负责人找我谈话,他对我说,组织上打算调我担任近南县县委书记。 不久,我就调到近南县担任了县委书记。我担任县委书记一个星期后,决定到近南县的封灵镇暗访。 一天上午,我带着秘书小李踏上了去封灵镇的路途,我和小李是坐公交车去的。 在公交车上,一个大婶说,封灵镇的干部是官官相护。 大婶说完后,一个老头就接口说了一件事。 他说,他的家在一个叫王家村的村庄上,王家村上有一个寡妇叫李梅花,李梅花和女儿王丽相依为命。 当地的村书记叫秦二虎,秦二虎的舅舅和李梅花是邻居,叫王大山。 两年前,王大山侵占了李梅花的自留地建了房。 李梅花的自留地被王大山侵占后,到村委会反映情况,但是因为王大山是秦二虎的舅舅,所以没有一个村干部敢帮李梅花说话。 后来,李梅花又先后去镇里和县里上访,但是无济于事。 老头说完后,一些乘客纷纷问老头,最近李梅花有没有上访。 老头说,现在李梅花已经不上访了,他已经心灰意冷了。 这时候,小李说话了,他说,李梅花应该继续上访,新来的县委张书记是一个爱民儒子的好官,他要是知道李梅花的情况的话,一定会为李梅花主持公道的。 小李刚说完,乘客们就议论纷纷,有的乘客说,张书记刚来,他是不是爱民儒子的好官,现在还真说不准。 还有的乘客说,如果张书记真的是一个爱民儒子的好官,那么李梅花应该去找张书记反映情况。 公交车到了风陵镇车站后停下了,我和小李下车后,我走到老头的面前,然后对老头说,我和小李是网友,我们对李梅花的事很感兴趣,想去王家村了解情况,我们了解完情况后,会将李梅花的事发到网上。 一旦我们将李梅花的事发到网上,说不定张书记会看到。 老头听完我的话后说,我虽然不会上网,但是知道网络力量的强大,这样吧,你们跟我走,我将你们带到王家村。 王家村距离风陵镇只有二里路,所以我和小李以及老头是步行去王家村的。 我们进入王家村后,老头对我和小李说,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李梅花家。 大约五分钟后,老头带着我和小李进入了一户人家的院子里,院子里有两个女人在包蚕豆,我在心里说,想必这两个女人应该是李梅花和他的女儿。 很快,老头就向李梅花介绍了我和小李。 李梅花听完老头的话后,对我和小李说,你们不是当官的,只是网友,你们打算将我的事发到网上,我感谢你们。 不过,你们将我的事发到网上,会不会连累到你们。 我说,李梅花,你放心,我们将你的事发到网上,是不会连累到我们的。 李梅花说,只要不连累到你们就好,我现在就将王大山侵占我的自留地建房的情况告诉你们。 我对小李说,小李,你做一下记录。 李梅花说完后,小李也记录完了。 忽然李梅花对我和小李说,她要留我和小李吃饭。 我对她说,这里距离镇上不远,中午的时候,我和小李可以到镇上吃。 李梅花说,你们帮我的忙,我无论如何都要留你们吃饭的。 我想了想,然后对李梅花说,我们可以在你的家里吃饭,但是你必须收钱,这样吧。 我们两个人一共给你二百元。 李梅花说,二百元太多了,你们两个人一共给我一百元就可以了。 我说,你必须收二百元,你要是不收二百元,我们就不在你的家里吃饭。 最后,李梅花收下了我和小李给她的二百元。 李梅花收下二百元后,就去鸡窝抓鸡了,她说要杀两只鸡。 李梅花烧好午饭后,我和小李就在他家吃饭了。 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,忽然来了五个男人。 李梅花悄悄告诉我和小李,五个男人都是村干部,为首的一个男人就是村书记秦二虎。 五个男人来后,秦二虎就指着我和小李说,你们两个是不是要将李梅花的事发到网上的网友? 我说,我们是从县城里来的网友,我们要将李梅花的事发到网上,让广大的网友讨论。 秦二虎说,我劝你们不要多管闲事,你们要是多管闲事的话,别怪我们对你们不客气。 我说,你就是村书记秦二虎吧,你作为一个党员,不应该这么霸道,我们作为网友,是有在网上发帖子的权利的。 秦二虎说,我没有说你们没有在网上发帖子的权利,我是要求你们不要将李梅花的事发到网上。 我说,秦二虎,我告诉你,我们一定是要将李梅花的事发到网上。 秦二虎说,你们真的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,既然你们一意孤行,那就别怪我们对你们不客气了,请你们跟我们去村委会。 这时候,小李说话了,他说,我们不会跟你们去村委会的。 秦二虎说,现在游不得你们了。 秦二虎说完,只使四个村干部托我和小李。 我对四个村干部说,你们不要托我们,我们跟你们去村委会。 我和小李跟着秦二虎他们到了村委会后,秦二虎对四个村干部说,先把他们关起来,等到他们说不会将李梅花的事发到网上,再放他们走。 四个村干部听了秦二虎的话后,将我和小李关进了一间房子里。 我和小李被关进房子里后,小李问我,张书记,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? 我说,我们这次出来就是暗访的,不到万不得已,我们不要暴露身份,这样吧。 你现在报警。 小李说,好,我现在就报警。 小李说完,从口袋里拿出手机,然后报警了。 大约二十分钟过后,一辆警车停在了村委会的门口。 接着,从警车上下来一个警察和一个辅警。 警察和辅警走进村委会后,秦二虎热情地跟警察打招呼。 原来秦二虎认识警察。 警察对秦二虎说,秦书记,刚才有人报警,说是他和另外一个人被几个村干部关在村委会。 秦二虎说,刚才有两个网友说要将李梅花的事发到网上, 我叫几个村干部将他们拖到村委会,然后将他们关了起来。 警察听完秦二虎的话后说,秦书记,你马上将人放了,你们不能将人关起来的。 秦二虎听完警察的话后说,好,我马上将人放了。 秦二虎说完,拿起办公桌上的钥匙,然后相关着我和小李的房子走来。 他走到门口,用钥匙打开了门。 门被打开后,秦二虎对我和小李说,你们可以走了。 我说,你们非法关我们,总得有一个交代吧。 秦二虎说,你要什么交代? 你们要是不走的话,我再关你们几天。 秦二虎刚说完,小李就接口说,你要是敢再关我们几天,我们就去法院告你。 秦二虎说,你们别做梦了,你们就是告我,我也不怕,实话告诉你们,我县里有人。 我对秦二虎说,你作为村书记,无法无天,就算你县里有人,我也要一查到底。 我刚说完,秦二虎就大笑起来,他笑完后说,真没有看出来,你这个人竟然会说大话。 事到如今,我认为是亮明身份的时候了,于是我对秦二虎说,实话告诉你,我是新上任的县委书记。 我说完后,小李说,我是县委书记的秘书。 秦二虎对警察说,你听到了吗? 这两个人,一个人冒充县委书记,另外一个人冒充县委书记的秘书,你赶紧将他们带到派出所。 警察听完秦二虎的话后说,秦书记,让我来问一下他们。 警察说完后,走到我的面前,然后对我说,你说你是县委书记,有什么凭证? 我说,警察同志,我现在就给县公安局的徐局长打电话,叫他马上来这里。 我说完后,从口袋里拿出手机,然后给县公安局的徐局长打电话了。 电话接通后,我向徐局长说了情况。 徐局长说,张书记,我马上过来。 我打完电话后,对警察说,徐局长说他马上来。 我刚说完,秦二虎就接口说,谁知道你刚才给谁打电话的。 说不定你给你的朋友打电话的。 我说,我刚才是不是给我的朋友打电话,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 半个小时后,徐局长带着十多名警察来了。 徐局长来后,秦二虎这才相信我是县委书记了,他一个劲地跟我道歉。 我对他说,秦二虎,今天我就在村委会现场办公。 我说完后,叫小李给封灵镇书记和镇长打电话,让他们马上赶到这里。 小李听完我的话后,从口袋里拿出手机,然后给封灵镇书记和镇长打电话了。 他打完电话后告诉我,封灵镇书记和镇长马上就会来。 小李说完后,徐局长对秦二虎说,你简直是无法无天,竟然指使几个村干部将张书记关起来。 你就是一个法盲。 我真的不明白,你这种人怎么当封村书记的。 封灵镇书记和镇长来后,我对小李说,小李,你现在去王家村,把李梅花带到这里来。 小李走后,我对秦二虎说,秦二虎,你马上给王大山打电话,叫他立即来村委会。 秦二虎听完我的话后,从口袋里拿出手机,给王大山打电话了。 等到李梅花和王大山来后,我对李梅花说,李梅花,现在我要对你说实话了,我不是网友,我是新上任的县委书记,现在村书记和镇书记镇长都在,你将王大山侵占你的自留地建房的情况说一下。 李梅花听完我的话后,将王大山侵占他的自留地的情况说了一遍。 他说完后,我对封灵镇书记和镇长说,王大山侵占李梅花的自留地建房后,李梅花多次上访,但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,今天你们在这里,你们说,这个问题怎么解决? 镇书记说,张书记,是这样的,李梅花上访后,赵副县长给我打过电话,他在电话里对我说,王大山侵占李梅花自留地建房是不对,但是要让王大山将房子拆了,损失太大,是否可以让王大山给李梅花一些钱作为补偿? 我接完赵副县长的电话后,找过李梅花,但是李梅花说他不要钱,他只要自留地,我将李梅花的要求告诉了赵副县长,赵副县长说李梅花太过分了,以后不要理他,他要上访,就让他上访好了。 因为赵副县长这么说了,所以从那以后,我就不过问这件事了。 镇书记说完后,镇长说话了,他说,关于王大山侵占李梅花的自留地建房仪式,书记和我通过气,由于赵副县长表明了态度,所以我也不方便过问了。 我听完镇书记和镇长的话后,问秦二虎,你不是说你县里有人吗?赵副县长是不是你的后台? 秦二虎吞吞吐吐吐地说,赵副县长是他的表哥。 我说,现在我说,一下我的观点,王大山侵占了李梅花的自留地建房,应该把房子拆了,然后将李梅花的自留地还给李梅花。 这时候,王大山说话了,他说拆房子的代价太大了,他愿意给李梅花一些钱作为补偿。 我问李梅花,李梅花,你是要钱,还是要自留地? 李梅花说,我不要钱,我要自留地。 我对王大山说,你听到了吗? 李梅花说了,他不要钱,他要自留地,你赶紧将房子拆了,然后将他的自留地还给他。 王大山沉默了,我对镇书记和镇长说,我给你们三天时间,在三天时间里,你们负责督促王大山拆掉房子,要是在三天时间里,王大山没有拆掉房子,那你们就辞职。 我说完后,转身对李梅花说,李梅花,你先回去吧。 李梅花走后,我对小李说,我们也走吧。 要说时间,过得真快,三天很快就过去了。 一天上午,我带着小李到了王家村。 我们到了王家村后,发现王大山家的房子已经拆掉了。 我对小李说,走,我们去看看李梅花。 我和小李到了李梅花的家里后,李梅花对我说,张书记,你真的是青天大老爷呀。 因为王大山家的房子已经拆了,所以我和小李在王家村停留的时间不长。 不久,前二虎就被免去了村书记职务,并且被开除了党籍。 前二虎被免职和开除党籍一个星期后,赵副县长被纪委双规了。 原来,有一个老板举报赵副县长受贿,并且向纪委提供了赵副县长受贿的证据。 纪委十分重视,很快就将赵副县长双规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